大家好 星期二日报 今天是2022年1月8日星期六 刚刚做完马经的我呢 现在又要开始今天的新闻了 都是要讲洪惠民一件事 真是混蛋的政府 开始 洪惠民生日party就出事了 昨天爆出奔客之一 港台的女主持杨紫荆初步确诊 令到事件越演越烈 牵涉当晚party9点半前离场的人士都需要检疫 至今有大约80人就送了入竹高湾了 但是 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视察了杨紫荆的老公 在诊所之后 证实杨紫荆的检测样本是受到诊所的疫苗 所以污染 不是真的受到感染 纯属虚惊一场 所以大批昨天连夜入刑的高官和议员 将会获得安排离开检疫中心 即是提早放防疫监 包括警务署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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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抗疫要做得謹慎 自己滿意政府安排 不會有遺憾 又說 很少覺得袁國勇說話剛好聽 什麼意思 你很少覺得袁國勇說話剛好聽 何君堯你這傻子 他說 期望可以盡快結束檢疫 呼籲大家同心抗疫 接近清晨三點才入營的林林 他說 議員可以入隔離營感受一下是好事 如果不是遇上這些事 也未必有機會 但是始終都要小心為上 一哥不說話 一哥 為什麼我經常要這麼關注處長一哥蕭澤儀呢 因為我真的很尊重警方 很愛護警方 大家都知道 我最喜歡警察 其實一哥昨晚出了一個聲明 蕭澤儀昨晚出聲明 他說表示1月3號 當晚6點多出席一個生日聚會 短暫逗留後就離開了 他表示會按衛生防護中心的安排 優價接受隔離 蕭澤儀事件 他說為全港抗疫工作帶來額外負擔自協 一哥一哥 但是現在就放了出來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看法呢 先說說何君堯的騎路 他很喜歡標旗立二 我發覺他 昨天他去到築高灣的時候 雖然他現在放了 但是他昨晚也是去的 他在Facebook上上載了很多照片 說今夜星光燦爛 雙隔不足十一小時 他今早上載行李開箱照 他說自己十足準備 不具深夜前去築高灣 你老母啊 他又帶上滿看大餐 零食 乾糧 未剪牌的新衣服 他又說 昨日為民生日 今日為民解憂 好漢子 東征西佛 一枝竹膏 枕屎折腰 傻傻的這傢伙 他又帶上 大公報 文匯報 還有畫書中共一帶 總之這傢伙真傻的 他表示 他是獲派飯盒的 有菜有肉有烏冬 並自行加料 撥上麻辣花生醬 一起進食 這傢伙真是很喜歡標旗立議 入竹膏灣也要上載 講講有誰可以提早出竹膏灣 許正宇 陳浩蓮 鍾偉強 張曼妮 胡建文 蕭澤宇 蕭嘉儀 這個女兒 政務司司長 政治助理都很大 這些是政府官員 立法會那邊有林林 譚岳恒 霍啟江 何君耀 這四個 這個何君耀出來又說話 我告訴大家 這傢伙真好搞笑 住了一晚之後 何君耀對檢疫中心的評價是不錯的 設備樣樣俱全 廁所乾淨 他不是真的度假村 有人說比奧運村更好 甚麼意思 他不是真的度假村 有記者問他對於膳食 覺得怎麼樣 沒甚麼軟然 但建議可以加設做運動的地方 例如安排隔離人士到操場舉啞鈴 這傢伙真是傻的 不說他 說霍啟江 霍啟江也出了一個聲明 霍啟江留言說 各位非常抱歉 星期一晚我有出席洪惠文先生的聚會 當晚19時10分到達餐廳 事前不知那麼多人 到現場 在室內先向洪生表示恭賀之後 見到室內聚集人數太多了 所以站出戶外的地方 全程沒有脫下口罩 也沒有吃過東西 到19時22分離開餐廳 過程也有用安心出行登記記錄 明白公眾對事件的關注和憂慮 對曾經身處人多密集的聚會現場 並影響防疫工作 再一次致歉 他今天中午再出席 他就說 昨晚收到陰性檢測結果 今天清晨已獲 安排到足高灣檢疫 感謝大家關心 但是呢 進了他不知12分鐘 所以不是他進了足高灣12分鐘 是他進了餐廳12分鐘 現在放了出來 霍啟江 人們還說他很有交代 不知道怎麼說他是霍啟江 陪阿郭晶晶好過啦 今天網傳教育局正在考慮 在星期三前全面停課 教育局下午就澄清了 現在有關面售課堂的安排 在現階段依然會繼續 但是他呼籲校方根據局方 即是根據教育局要嚴守這個防疫的措施 他說不會停課 但是他說不會停課 大家看看星期三 星期三之前 看他搞不搞 另外一個看過張敬軒演唱會的人確診了 他1月3日曼曾經跟老公去紅館看張敬軒演唱會 坐46段20行 疫情講到這裏 好 老公今天有人跳樓 旺角老公商場再發生悲劇 今天下午2點20分 一個69歲姓馮的女子 攀出12樓的欄杆 跳下去直墮九樓後 反彈八樓的扶手電梯上面 幸好沒有撞到其他人 救護員到場證實 時主已經雙重死亡 蓋上遮屍障縫 九樓欄杆玻璃爆裂 碎片散播到處 警方到場調查 未有遺書的 正追查輕生的原因 原來朗浩科自從2005年開幕之後 是第三宗跳樓的 2007年12月5日 29歲 無業男子因為欠債 在商場12樓直飛 落四樓大堂喪命 2013年5月9日 36歲男子在商場12樓飛身約下 直墮七樓樓樓梯死亡 嘩 路方都不不祥之地 喜寧州的昨天下午12時32分 有三個年齡介乎32到61歲的男性在囚人士 在飯堂襲擊另外一個38歲男性在囚人士 懲教人員見狀立即上前制止 警告無效之後 發放胡椒噴霧 將施襲者制伏 事件中受襲在囚人士頭部和背部受傷 經院所的醫生和治理之後 轉界去公立醫院作進一步的診治 其中一個施襲者則手腳受傷 經治理後就無需送院 另外兩個施襲者就無傷 懲教就說 四個在囚人士就因為偽造罪 搶劫罪 勒索罪 管有偽造身份證罪 而被判入獄 現在交了給警察查 一哥出來 一哥主力查這件事好嗎 最後一則法庭新聞 19年7月28日中上環遊行發展成警民衝突 當日有多人被捕 兼被控這個暴動罪 多名身處示威者前排的被告 遭裁定為主犯 而在事件中 襲擊前警務處處長一哥鄧景成的兒子 而那個被告亦被裁定罪成的 二十個罪成的被告 連同早前認罪的一人 今日被判入獄兩年半 去到三年半 這位就是中被判入獄 也不被判入獄 突然被判入獄 在前一位所侮辜的被告 為主犯 撤入獄 事件中會被判入獄 那一位 是全責責任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